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虚拟脸出账号留言 为橘线绿线加油打气 抢人抢得凶 台北捷运的运量呢 我们平均每天 大概有两百亿到两百二十万 左右的一个人次 百亿人次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在 三月底的那一两天 穿着西装背心 打领带手挂西装 走尊绝高贵路线 这是文湖县虚拟化人物 还有板南县蓝色风格 俐落短发服装走牙匹风 原来是有网友发挥才华 替各路线画出虚拟漫画角色 引发热烈讨论 我觉得就是蛮 幻然硬性的感觉吧 因为我常做的是绿线 所以我觉得 绿线应该比较好 板南吧 比较清新的感觉 每条路线角色个性鲜明 也有各自的拥护者 这一次破百亿活动 也让大家好奇预测 这第一百亿的幸运儿 将会出现在哪条线 三星的正信寻清 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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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